新北市卫生局长林奇红 一一与心境医师握手 欢迎他们加入新北联衣 共同守护民众健康 为了提升医疗品质 新北联衣不但完成新建三重集中症大楼 也砸下重金 网罗18位来自各大医学中心的专业医师 为此 院方特别举办欢迎会 郑重向市民介绍他们的来头与专长 今年4月开始就陆陆续续 网罗了很多的心血 一些年轻的医师加入我们外科服务 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急诊团队 那今天经过了五个多月的磨合 跟五个多月到位的服务之后 我们希望市民能够感觉到 我们最近的一些进步 过去所接受的急诊专业的训练 要带给各位的就是 各位不用再担心 还要过一个桥去台北就医 所有有关相关的急诊 在这里你就可以得到 在过去医学中心所能够提供的 这个治疗的等级 过去急重症病患要就医 民众宁愿往台北送 也不愿留在地区医院 但现在情况已经翻转 看到新北联益能够不断进步与蜕变 在场的议员及里长们都给予高度肯定 早期人家对我们的联益医院 三农医院是一个不好的印象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有急重症大楼 最新的现代化的医疗大楼以外 还有这么胜龙这么庞大的医疗的医师 实在是我们民众的一个庆幸 有了这群专业医师的进驻 不仅带来新的观念 也大幅提升急重症的医疗能量 新北联益信心大增 将努力朝医学中心等级的医疗品质迈进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如如鸿采访报导